驮成分柱所缘警日前执行巡逻情务时 在青云路三段与环镇东路口 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 经蓝查发现车身悬挂车牌与车身特征不符 由于近日未造车牌案件攀升 警方加强查气 而这名诚信驾驶也坦诚使用未造车牌 理由疑似是躲避取缔 所以你这个车牌也是假的 就是你整个号牌都不是你的本能 对 我没有车车都放了 由监理站发出的合法车牌 会有凹凸梅花 折边圆滑 颜色为白色偏蓝 使用未造车牌上路 警方除了当场扣车 也会依刑法未造特种文书罪移送法办 同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法 车辆号牌属特种文书 擅自未造变造车牌 并悬挂于车辆行驶道路上 不仅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三款可处 新台币三千六百元以上 一万零八百元以下罚还 并禁止其行驶 汽车当场一事保管及扣脚牌照 更属犯罪行为违反刑法 未造特种文书罪 最终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警政署要求各警察机关 在执行各项勤务时 加强取缔未变造车牌 恶阻违法行为 维护大众权益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采访报道